嗯 发解你们家蔬菜肉蛋供应够不够 够不够这个问题 就很 很interesting 我们家没有蔬菜肉蛋供应 所以说就不存在够不够这个问题 是有没有 我们小区还没有发菜 但是说快了快了 小区的那个物馆说快了快了 还可以点外卖吗 八个字啊 认清形式放弃幻想 你现在想点外卖 你属实是有点illusion 我们这边 我听那个 我看网上说 就是说现在的外卖 就是不让座 比方说你现在打开饿了吗呀 或者说美团什么的 谢谢firefox的大火箭 谢谢 突然想 谢谢你 谢谢大家的 SC 算了 不唱这个歌了 大家可能有点PTSD 怎么说呢 刚才说哪儿了 就是说现在这个饿了吗 和那个 美团都点不到菜 点不到外卖 然后那个外卖店呢 他会说 就是说不让开业 就是街上有巡逻的那个 防疫人员吧 就统称防疫人员吧 也可能是其他的 反正工作人员 就是巡逻 说不让开店 这样的话就 所以都没有什么外卖 最开始还有零零星星几个外卖 后来都没了 因为就是说可能可能就是在现在 现在就是说全部都要足不出户嘛 足不出户啊 足不出户 所以你在家里嘛 你那个公 就是那个公司啊什么都不开放 然后你如果开业管子的话 就是属于就是说违规经营啊 I don't know 然后 我们现在的情况播报一下 浦东小区情况播报一下 我们是从27号还是28号就开始不让出楼了 可以下楼但是不能出楼洞 然后呢 据说4月1号解封 但是呢 当时我就不相信他 果然就没能解封 因为 因为都有阳性嘛 所以就 都解不了封 按照楼下物业的说法是说 从3月28号开始 加14天 就是加7加7啊 离加7了 嗯 然后如果没有新的情况发生的话 新的异常的话 我们就小区解解除封控 哈哈 然后这几天呢 我们就是做了一次核酸 两次抗原 快递怎么办 物业帮忙拿 物业是可以帮忙拿 但是很多快递都不发了 就是说 比方说你在淘宝啊 或者说什么 京东啊 以及 whatever 电商平台 你问你说浦东 或者说上海发货吗 他都不发啊 然后之前发的他有些就是 积攒在 积压在那种快递的物流中心 到了上海 但是由于快递小哥都被封在那个小区里面嘛 所以没人送 等于是 等于是快递停了 浦东哪个街道 你再问细一点嘛 一会无人机就带着摄像头过来了 你们不要借着关心我的名义的查户口 害怕 哪个小区 你们小区 哪个街道 有没有菜呀 几层楼 我给你送呀 无人机呀 我家有无人机呀 我家有葱啊 发发疫情有影响到你吗 没有 我开心的呢 这周有拿到业主群的微信吗 真的不给租户家 希望你一切安好 你这个男孩子为什么想知道口红色号 嗯 那个我 好消息就是说 虽然我出不去 但是我进了小区的富太太 微信群 进了进了那个 我就是到楼下嘛 然后我说我说这几天 就是有封控 也抢不到菜 小区有什么通知群啊 什么团购群啊 我加一加 然后就让我加了 他他其实也不会说什么 啊这是业主群 你这个租户哈 不会 反正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扫码就进群啊 我进了之后呢 发现嗯 还是买不到菜 因为里面就是那种团购的菜 太太贵了 让我有点难受 我只好假装 家里菜还够 他们在团一些什么台州的海鲜 套餐什么18882888的 我都服了 我开始就说 他发出来我以为是搞笑的 我心想说啊 这个让了让了 你们你们上你们上 结果过一会儿我看他那个什么 乙购套餐蹭蹭蹭的往上掌握 我他妈真是 难受啊 我给你们那个什么台州的 台州海鲜大礼包 你们在那个什么接龙都能搜到 什么群接龙 台州海鲜礼包A套餐 是2288 什么有有梭子蟹 6只或者4只 规格3到4两或者4到5两一只 还有鲮鱼 两条 一斤一条 带鱼4条 一斤一条 九节虾10只 嗯 然后大概一两或者1.5两一只 野生黄鱼 他显示的是野太黄鱼 野太黄鱼什么 还你太黄鱼呢 野生黄鱼两条 一只一条一斤左右 沐鱼是比沐鱼吗 不知道沐鱼是什么 我对海鲜 我因为我是重庆长大啊 台 台州 浙江台州 浙江台州 咋啦 然后沐鱼两只 1.5斤一只 这样 这是 这是足不出户 美味到家 A套餐 2288 医生啊 台州啊 台州啊 我不知道欸 sorry 我这文盲啊 因为在我们重庆那边 胎这个字是骂人的 就我们有一个骂人的话 就是胎就是那个 旁边有一个养胎的胎嘛 叫Tyson 没想到这医生啊 sorry啊 毕竟是一个外地的乡下人 不会念城里的地名 据说这个野生的黄鱼是玄学的 就是那种价格很玄学 可以很贵很贵的那种 就主要是那个贵吧 这是价格2288的A套餐 一共团了有11个 价格 价格1688的B套餐 就少几条鱼嘛 团了24个 唉 成功打入富泰泰群 野生黄鱼 夹的太多了 唉 我觉得野生有什么好的呀 我就喜欢吃飼料 发出了穷人的坚持 我当然没买呀 一来我是觉得很贵 二来我根本就不会做鱼 就是我 我不是很会就是 对鱼尽心烹调 不会 买来也是百大 就不是买不起 就是不喜欢 那都是很好很好的 可是我偏不喜欢 有些说这个价格还算合理 我不懂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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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酥 那么爷酥 请展开讲讲 然后今天上午也有个团购 什么接龙 我看着也很贵 其实今天上午有一个 就是今天上午 在做抗原检测 等待抗原检测的时候 大家在群里聊嘛 然后有个人说我想买点牛奶 鲜牛奶没了 有个什么快递小哥 帮我们跑腿 大家有没有要买的 我心想鲜牛奶好呀 我买得起 这回 不管是野生牛奶 还是 还是家养的牛奶 我都能买得起了 然后他又说 让他们就是在 好像在永辉还是什么 买那个牛奶 一瓶是那个什么叫优备的 对吧 在优备的 我平时都喝什么 德亚之类的 欧德宝 优备的好像是二十几块钱 一瓶 但是呢 他们就是一瓶就是一升嘛 还是950毫升 950毫升 反正就是差不多一升左右的 那个鲜牛奶 那个 优备的 二三十块钱一瓶 但是那个 那个跑腿小哥要收 每 每户三十块钱的跑腿费 我心想 那这样一瓶不就是 六十块钱了 然后我又停下了我的脚步 说哎 让了让了 开始他说 他说三十块钱的那个 跑腿费 然后说我们这边大概就是 就是说二十个人起团 我心想可以呀可以呀 后来他还说 对不起我刚才没有说清楚 是每户三十块钱的跑腿费 我说啊让了让了 这次 真是有点惹不起啊 其实 其实还好 跑腿费的话它是按每户的 你鲜牛奶 那那个鲜牛奶 应该是冷冰鲜的还是冷鲜 就是说那种 不是那种常温奶嘛 它就是放几天就 就会坏掉的 你要赶紧喝掉的 可能保质期就一周 所以你也不可能一次性买很多 谢谢看他在阴阳过去 保质期很短 我还是很赚钱 八式消毒奶 常温不行吗 常温 常温 常温就有点那个 就 有点 掉价 常温的奶一般是15块钱一升 或者说10块钱一升 打折的时候 常温的奶没有那么好喝 据说 疫情之下才能看出哪位富婆在裸泳 但是你别说我们小区还是有那个 就是我们这种业主群 业主群啊 住户群吧 就是还是有一些福利 就是比方说你家里缺什么东西啊 你在群里喊一嗓子 他就会给你放在放在电梯里 一会你就去拿 不要钱的 就是我们那个电梯是那个 就是像魔法师的那种传送门 你在群里叫一声 说谁家有没有多的什么洋葱啊 水果啊 还有什么牛奶 或者说油啊之类的 然后有人有多的 就给他放过去了 而且我看的是放的是那种五升装 还是十升装的那种 就是食用油 大概外面要卖一百的 十五块钱吧 然后就放在那个 就全新的 他说我家有多的油 就放在那就给他了 然后另外一个业主就说 他说哎呀谢谢你啊 觉得我燃眉之急啊 请让我一定付一点钱 这样的话 就是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就十分感谢 就是说 请一定收下我的心意 然后那边 那边那个就说 哎呀不要钱了啦 要钱干什么啦 这个东西要不是最近特殊情况 我送你你都不要的啦 就是哎呀你拿去喝 哦不对 你拿去用啦 这个油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啦 你直接拿去 咱拿去用好啦 要不是疫情管控 哎呀送人都没要的了 没人要的啦 然后后来人家就收下了 可能就是打算就是说 疫情 疫情就是封控结束之后 互相走走亲戚 然后不然互相走一走 走动一下 大家掐个饭呢 开一开拉肥什么 还有一些交换零食的 说什么我这儿有巧克力 你那儿有饼干 像我这里就没有什么 我就输在这里啊 因为我为了减肥 家里就没什么可以交换的东西 我家最多的是抹浴和咖啡 而咖啡是没有人瞧得上的那种素容咖啡 我就不去 我就不去 不去跟人交换了 避免人家把我 就踢出去 所以 哪里来的 那怎么乱放人进来了 我的咖啡机 我的咖啡机 对哦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有咖啡机 把 可以拿猫粮换点猫砂 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啊 治标又治本 拿猫粮换猫砂 小的吃的少了 拉的就肯定多不了 等于像双向管控 两手都硬 两手都硬 没有地域骑士啦 我们那边都其实挺好的 就是群里还蛮和谐的 也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那个 呃 就是说 不友好的情况 好 这说 我们看那个小区的物业说明天或者后天就有菜了 就会送菜了 不过那个菜呢 我不是说菜不好啊 是因为我比较挑食 我不太喜欢吃那种绿叶菜 就什么上海青啊 白菜啊 胡萝卜啊 对我来说就 就跟吃药一样 我比较 我有点像那种蜡笔小心一样很挑食 所以长不高嘛 所以我就 他送的菜我也不爱吃 我看看他们说要送什么菜 各居民区新区大礼包正在全力分解 哎呀 这什么话啦 新区大礼包正在全力分解 我不知道的 我还以为进了手游群 以前我在斗鱼的时候 打什么 手游广告的时候 就是 就这么跟大家做口播的 新区大礼包正在全力分解 为什么是新区 抓紧配送 尽量清明两天配送到居民去 请大家告知居民耐心等待 大礼包 内涵 一份挂面 一份午餐肉 一包火腿肠 随机两包蔬菜 这是新区送装备嘛 开局一人一猫 看你能走到哪儿 哦 浦东新区啊 哦 不是新的服务器的意思 浦东新区 我忘记了 我是浦东新区 不是这个大礼包 不是买的 这是送的应该是 到时候我估计要跟那个 贵太太们交换一下了 我说 我说那个 我的挂面和那个什么 胡萝卜能不能换点 换点牛奶 这个不要钱 就是说封控小区 不让出门的小区 可能会 就是会有送菜了 我们这是第一次 听说要送菜 我们小区房价要掉了 掉呗 老子又没有物业在 老子又没有房子在这里 巴不得他掉 赶紧掉 然后我的 我每个月的租金就少一点 赶紧的 现在就掉 叭唧掉 光光猛掉 掉一半才好嘞 搞快点 GKD 你把我吓到了 哎呦 发发 你们小区的 送菜这么差 怕是房价要掉哦 哼 还有这种好事 为什么掉了我的租金会更高啊 嗯 小区的居民年龄层次怎么样 都有个有那种大一点的 六七十的 五六十的 也有那个 三四十二三十的 都有吧 我看的就是说 虽然那些人买得起2888的 泰州海鲜套餐 但是呢 就是我虽然买不起50块钱 60块钱一瓶的优备鲜奶 但是从 从 就是 人数上我是赢了 我就赢太多了 比方说每次去楼下做核酸 或者说去领那个抗原检测 人家问 你们家几个人啊 我说一个 然后其他 其他的家庭来 一个户型的啊 一个户型的啊 然后就说你们家几 要几份呢 人家说七份 那这一刻呢 我就 就赢太多了 就赢麻了 摸电门了 哈哈哈哈 虽然 吃不起 但是我住的大呀 你 赢麻了就 你说啊 你们这么大的户型 就住一个人呢 是不是其他人都在国外旅游啊 人均居住面积 人均GDP 遥遥领先 没被人认出来嘛 我去楼下棚头垢面 穿着那种丑丑的居家服 然后还戴个大口罩 这就是大家认不出我的原因吧 很多 其实那种很多 就是家里有很多人的那种家庭啊 就还挺辛苦的 比方说上有老 下有小啊 他们家里就要准备很多东西 什么牛奶呀 各种的药品啊 还有一些 像小孩子要准备零食啊 还有 还有今天还有那个 还有那种太太在问 就说大家好 不好意思 请问有没有墨盒呀 我说墨盒舞厅吗 不讲这个冷笑话了啊 他有没有墨盒呀 他说我们家小朋友 在家里上网课 每天要交作业 但是墨盒呢 前几天就用完了 然后我老是找隔壁的太太 就是帮忙打印作业 但是这几天作业实在是太多 我不好意思找人家了 有没有多的墨盒呀 可以分我一下吗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大家庭的话 你什么都要准备 像我的话一天吃一顿 就很好打发了 网课要打印作业 要的呀就是你要打出来 然后你做完 然后爸妈给你签字吧 应该是这种 不同打印机型号不一样 不一定呗 现在很多就是说打印机的那种墨盒是通用的了 比较通用了 也不是说都不能用 反正试一试呗 应该一般来说家里用的都是那种喷墨打印机吧 上网课要打印作业的呀 其实如果说要给小区做一点什么贡献的话 我也可以说你们有没有小朋友想学一点声乐呀 学一点钢琴呢 钢琴的话就是限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声乐的话五十岁以下都可以 免费交一节声乐课 换一盒牛奶 我把钢琴租给人家 我这个钢琴就是个电钢 我租给人家 人家是真钢呢 出租钢琴 哦对哦也可以 如果说哪家的小朋友练钢琴 练琴很难听很吵 可以到我家来练琴房 收费 意思一下五块钱一小时吧 不用那个白菜白菜底一下也行 谁会要电钢 我家里又没有试坦威 那怎么办啊 对还可以就是说 但如果说真的有小朋友跑到我家来用 用那个 用钢琴 然后他一进屋就说 哇姐姐 这个路由器是什么呀 我说这个叫PS5 还要怎么玩啊 我说I'll show you 然后我们就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他帮我把女武神给过来 邻居家的小朋友 嗯 这就叫和谐的社区氛围 来了就开打 今晚就通关 对哦我可能是本小区 本楼洞唯一一个有PS5的 我看他们都不像有的样子 我家里有PS4 PS5 还有Xbox 不能串门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串门的 理论上是不能串门的 但是呢我们 现在大家都阴性其实还好 哦我还要switch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怎么什么都有啊 可能这就是高端玩家吧 大姐以后把开播通知发群里好吗 让富哥们都来看看 就是我我教一教那个 教一教太太们怎么做直播 但是大家现在火气都蛮大的 就是因为 因为因为不是我这种死宅嘛 很多人就是每天还是需要 比方说出去遛狗啊 或者上班啊 还有上学啊 在家里还是比较 比较受影响的 现在肚子超饿的 昨天落地日本 七天隔离 七天隔离可以去最近的便利店买东西 那你们这个隔离了个寂寞啊 这也行 不是很懂 但我觉得 现在 就还好